大家好,我是艾亚马哥,一个艾力士艾瘦长艾瘦法的资深参事馆 今天,请大家逛一逛我们辽阳博物馆 今天这博物馆的文物重度,今天那个重点给大家介绍几件文物 渐渐精彩,不信就往下看,跟我来 这是辽阳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镇馆之宝,一个大盘,叫什么盘子呢? 这盘 清雍正,粉彩,过墙,过墙子,光为福寿文康 大桃,一个桃,寿桃 马云都讲过,拥拔前景,用正那时候是八个桃 乾隆那时候是九个桃,咱们今天查查到底是几个桃 正面,坛这里面,一二三四五个桃 看看,过墙嘛,过纸嘛,过墙龙嘛 用正不要过墙龙,五个了哈 看着,这是一个,第六个,还差两个 这不俩,起一个八个 八个,一共是八个 这就是著名的雍八千九之宿 看,看这粉彩画得上 画这个,特色,特别正式 阴阳相悲,所以雍正的粉彩是前五个元后来的 比前农的粉彩,前五个元后来的 这是梁氏博物馆的正观之报 王尔烈,为妻母亲,祝寿 母亲九十大岁,九十岁大寿时的寿 看着吗,当时王尔烈印尼是通正式产业政务宴馆 一共是十二三,二六一十二三 所用的,所用的木料是黄号里的 看着底下这图案全是博古图案 非常紧致,这个寿营啊,这个寿营是 从王尔烈后院手中整集过来的 十二三寿营,全是黄号里的 就这个木头就价值连长 何况这里面还有很多历史故事 这是王尔烈写的寿营 当时,通朝维馆的很多同事 很多同事都为为台母亲送上寿营 其中,这里面最著名的是这个人 上面写着呢 放大,看一看 通向李部尚书季云 铁齿铜牙,季云季小兰 当时季云季小兰任李部尚书冲一品 一品大员,剩下都是一些二品三品 以上的互部主事 六部的几十种,就这些官职 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百年 这是一七八百年法上的事 这些是清光绪清华鱼龙文盘 1975年整理的光绪的官僚 这个有什么看点的? 一个看完清的龙 和清代早期的龙有什么特点? 你看,它这龙,特别四肢伸展无力 在江河之下 说明清代的大清的江山已经摇摇欲坠 再看这个官僚的扫照质量 你这么看 你看这个盘子是不是瓢了 看这边也是 你看扫照质量不平 这盘子根本不平,它不是角度的问题 你看这么看也是 这样的扫照质量在乾隆陶 不可能被允许 这猪套关也要摘 烧腰的腰共同时也要摘 对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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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